法国队球员得上在1998年法国世界杯足球赛颁奖仪式上,举起冠军奖杯1998年7月12日设,新华社记者郑勋社,2018年7月15日,法国队球员格列斯男友,在颁奖仪式上亲吻大力神杯, 这是法国队记1998年后再躲世界杯冠军,新华社记者吴壮社,俄罗斯世界杯日前落幕,四年一届的世界杯,有冷门也有热点,有惊喜也有遗憾,有出生牛犊及有老将群慕,让人生气跳脚,又会感动落泪,或是开心期待,这正是美丽所在,算起来,大多数中国球迷的世界杯记忆,和改革开放同步, 1978年,中央电视台第一次转播世界杯,至今已有40个年头,网友说,世界杯就像年轮,记忆以四年为单位,一圈一圈不断生长, 1978年,黑白盒子里的世界杯,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,我在康定生活,刚满七岁,上小学一年级, 我对这一届世界杯的模糊记忆,主要来自于广播,家里有一台红灯拍台式电子管收音机,记得我和父亲一起收听了决赛,这是网友龚师傅对于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的回忆,尽管当时足球转播已经进入彩色时代, 但是在中国,还有很多人像龚师傅一样是从收音机中收听到世界杯的,对于那些能看到电视的中国人, 大多也是在黑白电视机上,见证了那次潘帕斯雄音和郁金香的初见,网友我的梦727在伯克里回忆说, 父亲住的里间仅有6平方米,看的是9英寸黑白电视,当时只转播了3、4名和冠亚军的两场比赛, 央视前解说人寒乔生还记得,当阿根廷队夺冠以后,整个河床体育场白色纸片飞舞,像漫天的雪花一样, 我印象中是觉冲击太深了,在那个很小的黑白电视的盒子里面,我看到队员在跑动,肯佩斯一头长发飘逸, 他不禁感叹,足球这下运动太迷人了,今年,央视推出短视频,回顾40年的世界杯片段, 见央视体育频道微博账号下的播放量,就达到数十万,在那段黑白王室里,宋世雄标志性的声音格外亲切, 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世界杯碎月刻度栏目,透露了更多细节, 当时央视派出一个用人小组来完成这项任务,两位导演,两位工程技术人员,一位解说顾问,一位解说员, 他们通过警报等方法收集信息,把照片剪下来了一个一个任务,力求给观众传达准确, 就是在香港的一个酒店房间里,宋世雄涌央视借来的国际广播类新公共信号, 让中国观众第一次感受了世界杯的美丽,随着经济的发展,电视逐渐普及,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了解,并喜爱上世界杯。 据网易体育光阴的故事栏目报道,后来的央视在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上一口气转播了22场比赛, 不过除了决赛是直播,其他比赛都是,录播,转播中心同样是在香港, 宋世雄每天夜里对着比赛录制解说,上午再把赛况制成专题片, 中午准时把袋子送去香港起德机场,运往北京, 然后全国播放,2002年,有中国队的世界杯, 今年俄罗斯世界杯,以法国队渡冠结束, 很多网友不禁想到,从1998年到2018年高卢雄纪再次登顶, 如果20年是一个轮回,那么同样将在亚洲举办的2022年世界杯值得期待, 回首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, 这在世界杯历史上,绝对是特殊的一届, 它是新世纪的第一次世界杯,是第一次在亚洲举办的世界杯, 也是第一次有两个国家共同举办的世界杯, 对于中国人来说,这不仅仅是第一次不需要熬夜看球的世界杯, 中国队的出现更使它足够特殊, 有人因此更加关注世界杯,也有人从此开始球迷生涯,直至今运, 人们还在各种场合回忆当年, 网友阿诺史德妈说,对世界杯的记忆停留在2002年, 守着出租那台十几英寸的小彩店, 那是我第一次正儿八经地看球赛, 并且能叫得出体位之星的名字, 网友此路非彼录录录印象中,2002年世界杯, 记得最清楚的是教数学的江老师一进教室就和我们说, 这几道题我赶快讲,你们好好听, 别耽误了中国队首秀, 有网友在国外留学人关心比赛进展, 有网友已开始通过线上视频观看世界杯, 其他周报副总编辑武汉回忆, 2002年,中国队出现当天, 其他周报特刊卖出500万份, 机器不停地印, 网友拉威是指晓泰迪载出了父亲收藏的2002年世界杯的一张32张报纸彩页, 感叹这是一代人的记忆, 只见在各国球迷的面部特写中, 一位头戴中国必胜侨服的中国球迷, 省思力皆喝彩的表情, 被永远地定格在了那张16年前的报纸上, 虽然当年世界杯上中国对一场威胜, 亦非未得, 亦求未尽, 中国足球运动员在绿营场上用力拼搏, 挥洒汗水的脸庞, 还是被广大观众所牢记, 一段记录中国的踢进2002年世界杯的视频, 今天仍是网络上传播的热门视频, 被多家媒体转发, 被众多网友重温, 比赛之外, 那一年, 阿克思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, 这家家电企业聘请时任中国足球教练米露担任形象代言人, 并在央视投放广告, 体育影响逐渐受到企业重视, 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成为世界杯周边产品的代工企业, 甚至后来发展为正式授权商, 中国与世界杯, 与世界的关联在这一进程中逐渐加深, 2018年, 现场感受的世界杯光阴神闪, 40年前只是从收音机中收听世界杯的网友公师傅, 今年已经到莫斯科和圣里德堡游玩, 现场感受世界杯氛围, 阳光网的报道显示, 相比上一届巴西世界杯, 今年赴俄罗斯的中国游客人数增加了10倍以上, 根据球票销售, 跟团旅游, 航班运力等情况, 预计有超过10万中国游客付额旅游, 观赛, 在俄罗斯世界入境游客中排名第一, 吴汉说, 以前觉得看世界杯遥不可及, 某个记者去了现场会很羡慕, 而现在, 中国球迷的脚步, 能到达任何一个体育场, 他们在社交网络上分享自己在现场观看世界杯比赛的照片, 与世界各地的朋友们线上交流, 在国内, 中国人观看世界杯的在体, 由黑白变视变为彩色变视, 又转到手机屏幕, 中国新闻网发布的报道显示, 有69%手机网民关注世界杯, 2018年世界杯已进入移动直播时代, 同时, V2、AR技术机投影仪, 使得观看效果大大提升, 截至7月12日, 央视世界杯相关内容, 在自由平台的观众, 总数达高达278.49亿人次, 其中在新媒体端互联网平台的视频直播, 点播与微信, 微博平台阅读量, 央视世界杯在市转播与相关报道的总处, 达次数为169.26亿次, 新浪微博的数据则显示, 小组在期间, 世界杯相关视频, 在微博上的播放总量, 达到72.7亿, 平均每天的播放量超过5亿, 央视当年的6人小组变成超过了140人, 全媒体覆盖的前方报道团队, 媒体人也不再通过简报来认清球员的脸, 他们开始揭秘世界杯上的黑科技, 或是盘点世界杯上中国企业的身影, 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, 英, 利用中文将中国品牌呈现在世界杯在场, 在此之前, 人们印象中都是诸如Canon, Mastercard, Philips等英文企业标志, 而今年, 中国的万达, 猛牛等强势刷品, 从制造到品牌, 中国与世界杯40年, 这篇被多家网站赚载的新华社报道, 挽亏了中国企业树立品牌, 走向制造的历程, 四年一届的世界杯, 一期一会, 就像一把尺子, 成为人生的刻度, 正如网友锦绣江山所说, 世界杯, 四年一次, 便浓缩了我的青春年华, 2018俄罗斯世界杯以完美落下帷幕, 中国人关于世界杯的绿音记忆却不会停歇, 还将继续一圈去书写下去, 本包记者叶子人民日报海外版, 2018年7月20日第五版,